消息的这几年都在忙些什么呢 忙着玩啊 我觉得生活永远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见到导演是什么感觉啊 好美啊 这个也是实话 如果有剧本你非常喜欢 但是有一些比较过分亲密的行为 你会接受吗 还好 如果让你秀身材可以吗 我也拍过戏 也经过很多剧组 还没有导演带我们 逛过夜店来经历 可能喝酒能让人 比较解放天性一点吗 我一看就是有喝酒经验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 2014年我拍了一个 让我自己觉得非常感动的电影 叫《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感动 没有在一起的就是不对的 不对的人也是不会失去的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每个你 2015我们会更好 大家好 我是徐静雷 我是吴亦凡 我在腾讯视频大牌驾到 我在腾讯视频 我在大牌驾到 有请大牌主持人华少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在周三继续锁定 腾讯视频锁定大牌驾到 毫无疑问的是 跟各位一样在关注 中国这两年的电影市场 真的是越来越火爆 终身代的导演成为了 中国电影市场当中的绝对主力军 今天为各位请到了这么一位 一直以来他都独树一帜 可以说用他的拍片 完全像是度假的模式一样 让大家所羡慕着 有才就是这样的任性 女士们先生们 本集大牌驾报 光荣为各位请到了 今天的两位大来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 徐吉兰 吴宇潘 来到现场 请 你好 你好 新慧 新慧 你好 你好 新慧 请坐 二位 请坐 好 听说这大导演来了 我们这个也有个副主持啊 就是非常的兴奋啊 就等了这个机会等了很久 我就想面试一个男主角的机会 哈哈 你想面试男主角 对对对 我可能帅得比较明显啊 你看看着 哈哈哈哈 鲜肉 哈哈 你过来 你过来 你是什么 小鲜肉 我觉得把这去掉 你是小肉比较合适 哈哈 有一种帅 不是用靠嘴说的 啊 那是靠什么 就是 导演 你可以看一下 哈哈哈哈 颜值爆表 嗯 希望能够考虑我 因为我也特别有才华 我也去过韩国培训呢 不仅去过韩国 我还去过日本啊 哦 欧美的国家 包括泰国我都去过 真的 因为精通各国当地的语言 你给我们说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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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没有红歌的啊 哎 唱歌没有红歌的啊 唱歌没有红歌的啊 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前歌没有后歌的啊 唱歌没有后歌的啊 对 这是韩语 导演 导演可以考虑吗 导演像这种自己推荐自己的演员 你会考虑吗 对演喜剧可以 演喜剧可以 对对对对 但是这次时隔两年带来影片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还是一贯的文艺小青青路线吗 我觉得是既有文艺的元素 也有商业的元素 谈不上是小青星吧 因为我们有小青星那部分 然后又有一段是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故事 其实这次我觉得是商业跟艺术结合的比较好的一次 也是我相信未来的一个方向吧 跟我们讲讲吧 超市的这几年都在忙些什么呢 忙着玩啊 哈哈哈 我本来说玩三个月 然后所有人都说不可能 三个月以后他就肯定那个这个工作狂肯定要回来工作 然后我玩到三个月以后觉得飞一下就像过去了 然后就说再休息三个月吧 然后就再休息半年吧 然后就再休息一年吧 就两年时间真的一下就过去了 要不是大家都催着我回来拍我 估计我还在玩呢 所以其实还是过于压力才回来的 也不能说压力吧 期望 期望 有时候也是一种压力 对 当然了 为什么不管票房多好人气多高都会选择这种边玩边拍的方式呢 我觉得生活永远是最重要的 拍戏只是工作 工作只是调节生活的一部分 任何时候做选择的话 我觉得生活都排在第一位的 嗯 很让人羡慕的态度 当然又可以一边玩 又可以把戏拍得这么好 还能够承受得住期待 这是一件让很多人都很羡慕的事情 在这一会儿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预告片吧 来 请看 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我就没打算找男朋友 我也没人打算 找男朋友啊 不是想说这事挺好的 咱俩没人会受伤 是不是 我见过你吗 结婚了吗 留你朋友吗 见过我 快点 胡拉哥没影响那么安全 别随便带人回家 你孩子都喜欢他 你们家什么情况啊你们家 不好意思吧 女人太多走不开啊 你多大了 马上三十了 处女座 未婚夫跟别人跑了 你还痴情呢 你全家都痴情 肉肉 肉肉 乖乖 胡拉哥比我想象的危险多了 今天是醉着还是行了 咱们来问问吴亦凡吧 第一次就跟这么大导演合作 而且还担当男一号 压力大吗 主要其实就是因为 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来拍戏 然后拍大荧幕 是会有期待 也有担心怕自己的一些表现 会不会达不到导演的要求 但拍摄过程中我发现 其实导演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 然后之前也是有些训练 怎么样的 所以过程中是整个来说是特别开心的 然后我的过程中也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特别棒的一次 这样的一个机会 一个经验吧 非常好 是一篇完全滴水不漏的 短小的拍摄回忆录 咱们回忆录加点细节吧 第一次见到导演是什么感觉啊 好美啊 这个也是实话 当然 这个性格上的 给你压力了吗 带给你那种气场了吗 我觉得比起那个可能更多的是 就是像大姐姐一样 能够感觉是就特别照顾我 然后像家人一样那种感觉吧 就特别舒服 不会说觉得有什么所谓的那种 就是气场什么样的 但他会教我很多东西 然后让我去就是可以去学习 然后我也很听导演的那个话了 看上去特别的乖对吗 他真的很乖 是吧 对而且他很聪明 就是他虽然没有经验 但是他学的非常快 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东西调整 他马上就明白你要什么 对 徐老师现场有凶的时候吗 还好 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特别的 就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吗 简直就是完美了已经 不是 我说的是实话 我觉得是 就是第一我也不知道 拍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 因为我没有看过 荧幕后面自己的那个表现的 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第二还没有一些台词 还是基本功的训练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些 不仅是一些这种基础的训练 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 团队建设的这种活动 啊 OK 就是自己出去包饺子啊 然后打排球啊 然后吃饭啊 逛夜店啊 其实就是拍戏的时候 其实大家已经还比较熟了 所以气氛会比较松弛 如果在一个这么会带领的 团队的导演旗下 剧组生活是一件 非常让人愉快的事情 但是我也拍过戏 也经过很多剧组 还没有导演带我们 逛过夜店来经历这个团队生活的啊 你给我们讲讲 怎么就想着带夜店的呢 我以为我觉得是这样吧 因为本身其实大家 我们这些演员 都不是那种自来熟的 都上来就 嗨 那种很 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在开始的时候 我坐在他跟王立坤面前 我就很紧张 因为他们俩都不说话 我也不是一个平常爱说话的人 然后我就要不停地找话说 然后后来完了以后 我就跟我助理说 我怎么快累死了 怎么这俩都不说 后来想说好吧 那就可能喝酒能让人 比较解放天性一点嘛 我一看就是有喝酒经验的啊 对对对是 我是喝 然后那个 得得得 都是都是啊 然后就想说好 去一下那种地方 可能会更松弛 喝两杯 喝一点酒 大概就会松弛一点嘛 然后也是我自己 真的十几年没有去过夜店的 第一天咱们去 一进去我就高兴了 听到那个音乐 就在哭哭哭哭哭 然后我就觉得 哇怎么那么开心 拍戏这么好玩 可以玩一下 开始不是这个动机了 但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尤其他们都是年轻人嘛 都是小朋友 然后一到那种地方 就觉得找到家的感觉 就是您的记忆 我问问他的 那天去夜店就开放了 可能我觉得 就像徐导老师 还是会有帮助的 就是大家年轻人们一起 然后可能气氛那种 那种氛围下 然后大家喝上一两杯酒 然后就熟了 就会聊聊天 然后这样就熟得比较快了 确实是 你看遇到这样好的一个导演 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能够第一次拍戏 就遇到这么会发觉 你能力的导演真好 真的真的 但是说实话 现在的影视剧呢 靠话题靠博出位 来吸引观众夺人眼球 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而对于现在这样的 去吸引观众的做法 在你本人来看 也会用在自己的电影中 不会 我特别讨厌低俗 和特别庸俗的东西 如果是那种预告片 我根本不会看 虽然我们这里面 有一些比较简单 比如说结婚了吗 有女朋友吗 跟我回家 那种 但是其实不脏 我还比较阳春白雪 我不太能接受那种 特别看起来很脏的那种段子 虽然它会有一些效果 但是那不是我 他票房再高我也不羡慕 了解 一凡对剧本和导演 你会挑吗 如果像是徐导这么棒的话 那我就不挑了 肯定会 如果有剧本你非常喜欢 但是有一些比较过分 亲密的行为 你会接受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 也是还好 因为我觉得毕竟 要做一个演员的话 需要尝试不一样的角色 然后需要根据这个剧本 这个戏的 就是它里面的剧情的 一个动向 来做符合这个剧本的事情 角色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 那你是演员 你肯定要去做这个 所以就是没有嘛 对吧 如果这个戏我认可 我也喜欢这个剧本 我觉得它也需要 我也接了的话 那就肯定就没有了 代表你的粉丝问问 如果让你秀身材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就是这个戏 我不一定会 一定会接了 如果很好的话 我觉得符合的话 再会去考虑这方面 但我不会说排斥 说不行一定 OK明白了 其实毫无疑问的是 在中国电影的市场当中 女导演给了我们一抹 非常特别的颜色 我们这里呢 因为是一个 盆训的网络的访问节目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 用网络的色彩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趣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通过大数据调查 得到的对于2015年 女导演们要在市场上 绝逐的影片 网友的关注度是怎么样的 来看看 2015年 您的电影关注度达到了59% 李玉导演的万物生长 关注度只有3% 伊能静的《我是女王》23% 金一蒙的《一路惊喜》15% 我觉得这样比不太公平 因为有些电影 还没有开始宣传 就是它只是刚刚做完而已 其实很难这么比较 因为我们已经 一直在做宣传了 当然了一部分演员 可能也是您导演的影片 一贯受到了好评和期待 主要也是因为吴亦凡 吴亦凡出色的 粉丝好厉害 之前的表现跟粉丝量 我相信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对 当然 当然 任期望对您来说 现在意味着什么呢 亦凡 我觉得意味着继续努力吧 意味着更加的要 严格要求自己 然后保证能够是 每一次的出现 每一个作品的亮相 都是更好的 就给大家一个正面的 不断在进步的吴亦凡 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看到的是 在现在 像亦凡这样 非常的帅气 好吧 网络上有个词 所谓的鲜肉们 在最近一两年出的很多 也非常的快 他们火速的崛起了 那同样面临那么多人 火速的崛起 你会感受到同行 给你带来的压力吗 还有你会担心吗 因为火的很快 是不是有可能会衰落的很快呢 自己想过吗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 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有竞争 是一个更好的动力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进步 我觉得这个 就是有时候一些比较 也是难免的 当然 对于我来说 这方面的压力 其实就 还好 我更加在意 还有注重的 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提升 真的 我觉得只有自己提升了 才能够一直的 就是有进步 一直的能够 有更好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事很重要 所以就是不要忘记出行 然后不管怎么样 都是做最 给最好的自己 要努力 然后 所以通过这部电影 其实是让你更加喜欢上了表演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表演 对 只是一直还没有机会 然后这次 是特别感谢许导给我这个机会了 我能够去尝试 给我机会 去真的去尝试 从事表演 然后去爱上演戏这样的 演戏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刚刚我们讲到 既然讲到颜值这件事情 撞山对明星来讲 已经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 但如果是撞脸的话 就变得有趣得多了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 大家来找茬之撞脸版的游戏 我们来分配一下 亦凡跟导演 你们俩是一组 这一位您单独一组 好吗 好的 明星找茬 游戏规则 华少 吴亦凡 分别穿插在刘赞 和李佑佳的组图当中 谁能在最短时间内 找出不同的那张图片获胜 输的一方 将接受新娘抱的惩罚 是不是有点小期待呢 赶紧玩起来吧 好 导演 请从这当中找到不同 计时开始 什么意思 就是这里面有 这张不一样吗 对 对 好 花了2秒59 来换一张 请在这里面找到不同 他没有花时间就找到了 来 开始 请在这里面找到不同 太快了 我都没法找那么快 来 下一张到现在又用15秒 对 请继续 开始 你找到没有 那儿 我可以回答吗 可以可以 我是嘉宾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是一组的 花了12秒 这到你了 这到你了 他一共花了12秒 到你了 来 计时开始 这 一张下一个 开始 天哪 哎 哎 哎 都一样吗 好 下一张下一张 已经12秒了 开始 对 对 好 19秒继续 哎 用时29秒43 好 我赢了是吗 你输了啊 输的人要一个新娘抱 哈哈 那我肯定抱导演 可以吗 导演说了不行 那我就抱你吧 可以吗 不行 哈哈哈哈 拿给个面子 我抱你吧 我抱你吧 对对对对 来抱起来 我很重的啊 我很重的啊 抱起来 你多多成 82公斤 真的 哈哈哈 我可能真的抱不起来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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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啊 哎 123 哇 123 哇 哇 哦 哦 成成好可以了吧 好可以可以可以 搞搞不错不错 哦 行啊 还可以还可以 真的是第一次有男人把我抱起来 哈哈哈 好了 接下来来我们进入每一位到我们现场大牌驾到都会进入的大牌棋盘开始 大牌棋盘是大牌驾到的游戏环节 这里汇聚了万能的网友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其中在棋盘中还穿插着各种惩罚和大冒险 大牌棋盘 大牌们要面对各种敏感和刁针的问题 就要靠手中的骰子来决定了 5 12345 后退一步 小游戏 嗯 好嘞 来位来 请到 请一步到台前 你们面前呢 有一盘珍珠 啊 在我规定的时间之内 我会问你们问题 你们要回答问题 在这过程当中你们要夹起珍珠 谁夹的少 谁就要谁受惩罚 准备啊 计时 开始 导演 不工作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盘 一盘 接吻的时候你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 闭眼 导演 你最讨厌什么样的男生 没教养 一盘 女孩的皮肤白在你心里会加分吗 还好 导演 你觉得男人敷面膜娘炮吗 不 不娘炮 你见过吴亦凡敷面膜吗 没有 亦凡 你第一眼看女生你会看什么部位 眼睛 导演 在感情中你是大女人还是娇弱行 娇弱行 你能回答他自信点吗 娇弱行 好嘞 亦凡 对于自己的外形 哪个地方您最不满意 呃 我脚太大了 哈哈哈 亦凡 请问你如果赋予你一种特异功能 你最希望是什么 飞 好 计时结束 12345 12345678 妈呀 你用筷子的能力真的是一般 你喜欢飞啊 你为什么要想要飞呢 就可以到世界各地看到支持我的朋友们 哦 是很官方 还蛮官方的 我要解释一下 如果我的脚太大 其实是因为 我特别喜欢买鞋 然后不太好买 但其实也还好啊 好了 现在请导演接受惩罚 请面对箭头 做出你人生历史上最恐怖的搞怪无联拍 恭喜来完成 请坐 请进去 4 1 2 3 4 地雷 2 好疼 好冷啊 好冷啊 还值得蛮冷的 对 地雷 地雷当然是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了 韩国团体呢 近年来捧红了不少中国脸 我们做了一个关于韩规人气偶像回国前后 关注度的对比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在这边 从数据中我们发现 回国后呼声最高的是原XYM队长吴亦凡 得到了172191的支持 而同为XYM队员的陆寒 也以131713的拥护紧随即后 凭借好声音于悦而红的张碧晨 也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吹捧 而最早回国发展的韩庚 在小鲜肉的压力下 关注度还在了第四 但也不难发现 经过韩国团队传说中的魔鬼训练 偶像们的人气果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那么进入韩国团体南马100 还是比较多门槛的 就是还是需要比较高强度的训练 出道的几率大吗 从培训到最后出道 是不大的 是不大的 那几率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先是会有一个选的一个阶段 就是海选 会有很多人 当然这个海选肯定比例很小 那么海选完之后 进入到培训再到出道时间 这个比例也 我估计也就是 二三十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个 二三十比一 对 听说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你觉得最苦 对你来讲最苦 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其实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待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我待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 那其实我 主要还是因为 毕竟家在中国 然后 其实 不在家的那种感觉 就可能会 就是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 可能不能跟 家里人 亲朋好友一起聚会 在一起 这个感觉会 会比较想家了 其他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自己 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需要付出 鱼跟熊党不能兼得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坚持着就好了 韩国的团队与团队之间 竞争压力很大吧 它的那个 更新换代会比较快一些 团圆与团圆之间有竞争吗 同一个团的团圆之间 也是看大家都不一样了 这个 对 我觉得其实真的要看 每一个团的 个人的情况 我觉得不会说 绝对是有这种 这种不会 导演 你会注意到吗 好像内地打造的团体 没有韩国打造的团体 那么成功 对吧 韩国还是很厉害 对 对于韩国的娱乐 这种大范围的 入侵中国 你怎么看 我觉得 谈不上是入侵吧 我觉得就是别人好 我们要向人家学习 像一盘粉丝 为什么有很多全世界的粉丝 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演员 比较少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说明他在某些方面 真的是做得非常好的 我们等我拍完戏 有时间去研究一下 谢谢 来 第一关地雷过关了 请继续 六 华少特权 既然是我的特权 本人呢 就要来玩下一个游戏了 当然这个游戏呢 带一点危险情 也有一些老天注定的意思 欢迎牟春先生来到这里 你们有听说过 俄罗斯轮盘这种游戏吗 就在一把手枪里面 只放一发子弹 然后转到那个就 对对对 听说过对不对 今天我们玩的就是一个 桌面版的俄罗斯轮盘 所以用到的东西呢 当我们有手枪 用手枪的话 警察会把我抓起来 所以呢我就带了一个 这个比较危险的 这个叫钢钉 来 检查一下一番 不错 硬的 是不是很锋利的一根钢钉 对对对 好 所以呢我要把这根钢钉 固定在这个桌上 为了证明它是锋利的 是的 很锋利 请继续 所以呢我要把这根钢钉呢 固定在这个桌上 接下来为了避免串通 我希望你帮我现场随便挑一位观众上来 你要谨慎一点 挑一个你 挑个跟你熟的 不会被穿通的人 大表哥 好 大表哥来 大表哥 大表哥 大表哥人呢 大表哥呢 来了 大表哥 好 欢迎表哥 接下来呢 你的任务就很艰巨了 很艰巨啊 等会我们全部人会转过去 这根钢钉呢 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纸袋里面像这个样子 把它盖起来 但是呢 请你帮我一个忙 就是把它每一个纸袋都按规则这样放好 懂吗 要让大家都看不出来哪个纸袋里面有钢钉 好 我们现在都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 好了吗 好了 大表哥 好 谢谢你大表哥 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哪一个纸袋里面是有钉子 说实话蛮危险的 对不对 好 为了避免大表哥 知道哪个纸袋现在有 麻烦你也转过去一下 来 我们 好 大表哥你会回来了 你现在还知道哪个纸袋里有钉子吗 不知道对不对 好 大家给大表哥掌声鼓励 接下来就是重点 这个是我第一次玩 说真的 第一次玩 首先我感受一下第一个 你们可以稍微的给我点空间吗 因为我怕一会雪溅到你们脸上 三 二 一天前我在想这个表演的时候 很紧张 哈哈哈哈 因为一凡的粉丝太多了 我怕真的伤到他 下巴我来吧 可以 哎呦 没有 还剩 五分之一 对五个 刚好你们还剩四个嘛 对吧 所以我我我我我比较聪明 对我先拍我的危险几率就小一点 所以接下来我 华少哥吧 来说实话 你觉得现在哪个纸袋里面 比较安全 我觉得 凭自己的感觉 差不多把这两个感觉都出来啊 对啊 所以你你你选一个 我选一个 比较危险的 我选一个比较危险的 对对对对 这个 这个 OK手放上了 然后呢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就拍下去好吗 好好好 我数到三的时候 哎呦 吓我一跳 很好 没有 OK 接下来 赵赵来 我来我来 赵赵你觉得就是就是哪一个 你看着比较顺眼一点 你比较顺眼啊 哎感受一下先感受一下 先感受一下 我们我们一起按下去好不好 好 一 二 哇 哇 所以现在只剩 三分之一的机会 那我先来我先来 那我先来我先来 那你先来好 清雷姐你觉得现在哪两个是比较安全的 就这个肯定最安全 这个安全 然后呢 对然后 所以你你这这两个你选一个 你选一个吧 我选 这个吧 这个好手放上来 怕不怕 怕 怕对不对 先感受一下有没有钉子了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有没有 你觉得有有没有 呃 你觉得有没有 感受一下没有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随机的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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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 来一番 最后两个了 最后两个了 出比50% 你要考虑清楚啊 你觉得哪个比较危险 我觉得他还比较危险 哎 手放上来 还是想测一下第六杠 对不对 万千粉丝们 我知道你一定会吓我的 我不会吓你 没事我可以流血 但不流泪 哈哈哈哈 啊 你确定吗 要不咱们换一个 算算就这样 没事没事来吧 就是他吧 我也不管了 就就就就这样 ok 我们慢一点啊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说实话我相信 我 来来来来 好 下吧 哦 好 哈哈哈哈 咱们换一个 你想换是吗 可能带着太硬了 还是别坏了 是这样的 来 坚持你最初的选择 1 2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刚刚碰到钉子了 所以刚刚一直以为大表哥会把 会把这个钉子拿走 或者藏起来对不对 哇一身冷汗 各位观众 真的在哦 还好你没换 谢谢 来掌声恭喜一下 两位顺利过关 也给牧村鼓励一下 谢谢二位 请就坐 厉害厉害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 每一位光临大白驾到的来宾朋友们 进入的节目最后一个部分 时间交囊 我们会请每一位 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呢 给自己的未来写一封信 多远的未来由你们自己决定 我们会把它放在那个油桶里 一个我在节目现场最喜欢的道具 我们会保证没有人会拆开它 除非你们回来 两位之前都已经完成了信的部分 对对对 可以跟我们大概讲讲吗 它是愿望是自免还是 我是希望自己的一种状态吧 一种生活的状态 OK 亦凡呢 自免 自免 对自己一个要求 对 有设定一个具象的目标吗 还没有啊 好好过好每一天 你们有没有发现 亦凡现在越来越像个哲学家 好 好来 我们会把它封印上 好来 我们会把它封印上 请 二位 请二位分别把它投递到油桶当中 好 这是一个失误 好了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谢谢二位 谢谢他们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你们 也希望这会是一个约定 伴随你们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重新 谢谢你们 谢谢 辛苦了 多谢 谢谢 辛苦了 徐晶雷还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 直接 坦率 美丽 他对这个世界了解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而我非常非常欣赏他那句话 就是无论如何生活都是最重要的 他的生活充满着很多传说 而现在他用电影在续写他对生活的理解 这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职业 让人羡慕的生存状态 当然了 我们也大概只是旁观而已 他的苦恼 也许他自己才可以有办法化解 也独立能够承担得起 我们也大概只有祝福了 他身边的一帆确实显得意欲生辉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几乎是大街上 人们讨论的最热点的人物 帅气 年轻 时尚 有拼颈 闯出一片天空 充满着争议 但是也充满着未来 曾经的大明星徐静雷 现在一个导演的身份 坐在另外一个全新的大明星旁边 我看到了两个人之间很特别的默契 和他们彼此之间的配合方式 年轻人对自己长辈的依赖 长辈对年轻人的夸奖 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自然而然 大概就是这部电影 最让我们期待的地方 我们自然而然地期待着 徐静雷的电影 自然而然地期待着 吴亦凡的成长 自然而然地等待着 他们每一次给我们的惊喜 或者是惊吓 谁会知道的 大概 惊喜和惊吓 都是作为观众 有必要了解的事情 所谓生活 不过虚惊一场 你我面对困难的时候 都能如他们一样 大概就是极好了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集的 《大牌驾到》 祝天下人平安与喜乐 我是花生 下集再见